你可以给他任何一个林阵导 当我们建立一个档案的时候 叫做一个studio 这个是一个工作室桌面的概念 一个档案可以容纳很多东西 studio是part studio 先建立林界 实体会主先画林界 再画组合组 你不画足够的可以的 直接产生什么 产生那一个空尘古然可以的 所以不一定要画足够 不一定 那实体模拟也是可以的 甚至可以作爆炸事件 就说师徒可以作爆炸事件 我拿个东西有做爆炸事件 然后这个叫做工作平面 草图工的平面 当你有工作平面 选择工作平面 这些像画图啊 直线元啊 这些大概我们基本做得多很多 当然里面像变子曲线条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画多变形 有时候这些都很快 这些都很大堆 然后这些是草弧边修 这个很重要 切换线条的建构线跟实线 建构线是当中心线用或参考线用的 不能够产生实体 所以如果你要做对称的东西 可以画建构线 我举个例子给你 刚刚老师有问 老师能不能近色 近色这种概念是对的 来 比方说我画一条线 这里有一条线对不对 这条线我们可以把它按一下改成建构线 这是中心线的意思 那我这边画一样东西随便画一个 我画一个多变形 好 这样子 这个东西跟当然不能近色 可以的 我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 这里有个近色 那是第二个 那近色完之后呢 我拉一个另外一个也可能动 这两个已经发生关系了 发生好的关系了 它两个就会一起了 它两个就会动 这是近色的 那刚刚也有试过另外一个工具 叫做平衣 这是平衣的工具 了解吗 就说我把这删掉喔 也可以这样子做 移动 三个 四个随便你 这也改五十 刚刚这几个 改后要做的 我要改三个 这个要是五十 这一块 这种还是五十 三个啦 所以这个叫做水平护制 你也可以垂直护制喔 也可以切换方向 所以这样子 你可以切换近色的时候 排列方向是哪一个 那这个近方向 往这边往哪边可以调整 这是我们在做近色的方便 所以可以水平也可以垂直 然后继续到围 感受力 什么叫做环状护制 来 这一个 显得这个图数 这里面有个叫环状护制 草图有没有 三个 等一下 就五十个 那行程序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行程序要在组合变化 好 我意思说草图的复制有没有 你可以复制草图 所以这些功能都可以很好用 那我今天教一个特殊功能 很少是一开始就教这个 一个是插入影像 我们利用影像来参考它的什么 形状跟大程 你用插入DACO把齿轮 设计好的齿轮插进来 直接用 这个也都是老师一般比较少上的 这是偏极大小的标尺寸 图形的大小 这些就是要选择 同心圆 重合力是两个对情 重合力的 平行啊 相切啊 垂直水平啊 垂直正交 等长等近 这终点模式 这些是锤子等等 包括对称 对称跟刚刚的这个对称不一样 刚刚因为你有中心线对称 那这个对称也是属于解合限制的一种 那这个是固定 以上大概就草活的部分 那至于实体的部分呢 就多了喔 像这个是挤出最简单的 这个是扫 这个是旋转 这个呢 这个是扫列 扫出 这个叠成八升 等等 这可以帮我们慢慢体验 那你可以看这些 基本上的教学网 然后呢 YouTube有很多 如果你到YouTube打Unshape的话 即可非常 压子光线也是不一样 好的话 一堆这里要选 有些是垃圾 我不能骂人家垃圾 但他东西蛮垃圾的 因为有些东西根本不值得担当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些大概有的功能在这些 然后 我们汇出功能也介绍了 所以蛮多 像你这个零件每一个喔 你都可以去做汇出 比方说你要这个当一个零件 你要3DL 所以转出SDL OVJ 就可以做3DL 所以在实体就可以做3DL 所以你画任何东西都可以做3DL 以上这些介绍都可以做3DL 都是水平 Obshape的 那这个工具非常好用 这是瓷的多数 那我们有介绍类型画型的纸条 大概基本的都用过了 那 我今天有带一个几个sephone 大家快乐